台北市長蔣萬安逐一頒發獎勵金 鼓勵參與城市教育競賽優秀隊伍 其中健康國小和中正國中師生表現亮眼 將代表台北市參加全國貓咪杯Scratch競賽 正式授棋 授棋代表請接棋 學生揮舞台北市棋象徵棋開得勝 在去年全國杯比賽台北市同樣表現亮眼 拿下一斤三銀一家座 多排數排名全國第一 今年要在4月12號 13號到桃園 和其他學校學生一較高下 爭取二連霸 我們希望未來孩子學習的程序 不是這種非常堅塞的coding 而是背後所帶給孩子 培養邏輯思維的思辨能力 然後具備將基礎的能力 未來幾乎社會會更具競爭力 順應AI人工智慧科技趨勢 台北市推廣城市語言教育 從國中小的邏輯訓練到高中職 編寫城市設計機器人 漸進式培養科技發展 增加學生未來競爭力 記者 邱世民 台北報導 作詞文章市場 憲聚 公宣教育